太子這個住宅的居民最近就很頭痛 究竟甚麼事呢? 就是因為這個男人 早幾個月開始 他會無緣無故塞住下面大閘的門 有時他會晚上七、八點 就塞開了大門 其實我們沒有安全在那裡 所有人都可以自出自入 星期日早就塞開了門 不知道他為甚麼 變成無染雞籠 其實對各位住戶都很大影響 很大困擾 舊樓很多老人家住 有甚麼事其實沒人知道 大廈晚上六點之後 保安就下班 星期日還要沒有保安 而這個男人就會看準時機 漢奸一不在就打開到大門 有時還會特意早七、八點 踩單車來開完門就走 其實我們的街坊都有跟他說不要塞 但他還是要繼續 他有他塞 他塞開我們唯有刪掉他 住在那裡的多數都是老人家 中門大開其實都幾危險 試過有人上去臨紅油 亦都試過有傳銷的人 上去單位裡滋擾住客 而為何大廈發團都奈他不何呢 原來因為他是一樓一個單位的業主 這棟大廈總共有十一層 只有一樓有兩個商用單位 而他就是其中一個單位裡 經營一間西餐廳 這也是另一個令居民頭痛的問題 其實大廈門口的閘 對港機甚至乎電梯已經多次提醒 一樓以上是住宅 叫人不要去錯 但都阻止不了 不單止 大廈只有一架電梯 住客要跟街外人和貨物搶電梯搭 其實我聽回來的街坊 都不是很希望 有一間食市在這棟樓裡 可能有食物油煙 你怎麼都會惹到 蛇蟲鼠蟻都有機會 蔬菜或者發布膠箱 濕粒粒 那就弄得很骯髒 這個男人可以說是神真鬼厭 街坊都對他怨聲在道 真是沒有兩句 經過見到都不會打招呼 有時老人家上落 或者有小朋友上落 他有時早上搬貨回來 他又不會讓人 碰行碰過 有時他搬貨 可能搞到地下濕粒粒 又不拖回 講到尾了 為何他要這樣做呢 當他的說法 剛才因為有一隻街坊在這裡 他上面做生意 那些人去不到 阻礙到他 那些人來不到他 光顫 我們大廈是有對廣機的 但誰人來都可以按 對廣機上面都可以開門 他只不過是借口 背後原因 其實是想報復 他曾經向大廈提出 說要做招牌在大門那裡 不過那些業主不同意 因為大廈是公眾的 不是被私人亂掛東西的 不同意他開始做工業 所謂的工業行動 他實際上是有一個報復性的心態 你不答應我的要求 我就要你不得安寧 不過都不要當法團死 最近他們就裝了個警報器在大門裡 如果大門40秒都沒有關 就會響 這個方法又有沒有用呢 他都不理你 只要有你響 只要閃 到臨走 閃了門 他收工就走 余三不是住在那裡 當然影響不到他 於是法團再出殺手錦 撞到個警報器在他餐廳門口 大家一起共感歡樂 你響你又響 裏主只有這樣做 他們做不到什麼 那些大廈的警報系統 你和我搞 一搞我們就報警 真是被徐先生講中 上星期才裝完 可能余三已經頂不上 今個星期 就剪了警報器條電線 咦? 那不就是刑偉? 他們都已經即時報警處理 其實余三這些行為 早在十年前已經有前科 我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方法 我搬的過程中 亦都表達到我的不滿 兩個月中 有街坊見到他在走廊倒完水 就不停掃入電梯 還要在平安夜前後 拿著袋穿了洞的細沙 一路走 一路跌跌沙在大堂和樓推 去到聖誕節 還扮閃腳 話說余三本來就不是做café 而是經營一間特殊教育中心 因為大廈這裡雜要拆除 對港機變了在雜的入面 他擔心學生有機會上不到樓 於是就做出一連串所謂的抗爭行為 為何會有這樣的事出現 就是因為整個行政用來針對性 針對了 連串報復惡招之後 最終警方做中間人調解 待他和法團談 事件先叫告一段落 想不到這些戲碼 今天再次發生 其實大廈都曾經作出不少方法應對 就好像這些閉路電視 就是專門為他而裝 那兩隻鏡是前後樓梯上樓梯的位置 拍照到上面破壞 我們就會看到 那個位置是拍照後門 因為以前他去後門先剪廢路電視的線 剪團 當時我們沒有追究他 我們會自己查出來 餘生不單止涉門抗爭 法團說他已經年半沒有交管理費 每次追收都沒有回應 法團就決定去小壓前債追討 不過今次他答辯的理由 竟然說是因為大廈管理不當 搞到他營業有損失 對於餘生種種行為 法團說絕不會妥協 我們辦事都要有原則 那些是公眾的財產 要全體業主同意 你也能夠用 你任何一步 便會得穿真情 究竟是美其名抗爭 還是因為大廈不信他意 就報復呢 我們就和餘生當面對質 他就說之前對講機下面 是有這張告示 但新年的時候就拆了 他要求貼回來 但法團遲遲都不行動 事實又是否這樣呢 法團其中一個委員就說 因為張告示已經好多年了 所以在新年期間就拆了 他們又沒有張東西的template 所以就弄不到 這個就是我給了管理公司看 然後他傳給法團 法團就沒有回覆 一半高 就是這樣 其實大小我都沒有說 所謂大小的幾多 而是你說大的 你不是跟我說大了 就是你可以談到做多少 可以 你只是想做一個招牌 不是招牌 而是一個簡單的指示 你好像當初那樣 你整個指示 都可以 余生就讓步 至於法團就回覆 要將貼新的告示 需要法團和業務表決 其實樓下我看到升降機 或者對港機 都有寫到明 一樓是商用 一樓以上就是住宅 其實都有標示 但是有機會 有機會 客人都會按錯 因為你沒有清楚 寫明 指示怎樣去按 對港機 我們就試一次 他就寫到 請先按樓層 之後按單位 應該是一樓 然後就是二零三 其實就不難操作 不過如果真的要說 其實單位兩個字 就不是看得很清晰 這個是真的 至於那個警暴戲 他也承認是他剪的 我是剪了 我們只是一個弱勢而已 我們一向都是被他欺負的 你看看他就算 按這些警暴戲 影響到我們 他都沒有完全跟我們商量 因為他的源頭就是你 但是你影響到我 你都應該又跟我商量 我自然 你擔不擔心被人告刑委呢 其實 我不擔心 如果是告的話 如果是社會因為這樣 而告我刑委的話 我覺得這個社會 非常之不公平 是否整個指示 你才會交回 如果整個指示 我當然是來以交回 如果他一直不整 你就一直不交回 現在都在打官司 而最近 他們就質疑 大廈公契 寫明一樓這兩個單位 只可以用來做辦公室 不可以對外營業 他是不是非法經營餐廳呢 其實這個是政府 給了一個牌子我們去做的 食環處 給了一個小食牌我們去做的 其實 當初 地政也過來看過 屋宇署也過來看過 即是他們批准批准的 是不是呢 他們批准了 即是 他們沒有反對 地政署回覆就說 攝氏餐廳在私人地段 地契條款 除了禁止 厭惡性行業之外 就沒有用途限制 因為餐廳已經有小食食市牌照 所以就視為已經獲得 由地政總署發出的厭惡性行業許可證 所以就沒有違反地契 至於食環處都說 根據紀錄 攝氏餐廳前有小食食市牌照 他們都有拍完到場巡查 發現處所內衛生情況滿意 亦都沒有發現有老鼠 又說根據食物業規例 任何人無牌經營食物業 即屬犯罪 一經定罪 最高可以罰款五萬元 以及監禁六個月 另外加每日罰款九百元 大家在同一棟大廈 朝見口晚見面 其實最好當然就和平共住 余生就說肯讓步 究竟是怎樣 讓多少 就要跟法團談 業主們會不會接受呢 希望雙方可以達成共識 大家對今次事件有點看呢 歡迎留言 like和share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 以下是一則由Channel C阿姐發出的重要廣播 又大件事 Channel C淑骨姐出世了 我這位阿姐這麼有份量 都是重140g而已 輕過一包紙包飲品 188元 讓我可以參與大家的人生 和你遮太陽擋風雨 快點按入資訊欄裡的連結 帶我回家 OK了